字幕提供 大家好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到英國的列斯 這個城市 我首先給大家看一個地圖 紅色圈圈的範圍 這裡就是市中心最核心的地方 現在我們就身處在核心中的核心 在這個中間位 而如果交通方面大家搭火車的話 火車站就會在這裡 這個就是列斯的火車站 而巴士站就在這一邊 在這裡 而一些地標性的地方 就會在這裡 在這個叫做Millennium Square 在Millennium Square裡面 就會有列斯的城市 有Cathedral的教堂 有列斯的City Museum 一些地標性的建築物 就會在這個範圍 下面就是一個放大版的地圖 我們現在就身處在最中央這個位置 大家會看到 在這個圈圈裡面 有很多地方都是標明了黃色的 所有黃色的地方 其實都是一些購物的地方 在這裏最中央的這條主要步行街 Britgate 附近兩旁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購物的圈圈 無論是Twinity Leeds 然後這裡 Central Arcade 然後Victoria Quarter 這一邊 這個Victoria Gate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購物的圈圈圈 大家會看到 譬如有些大的百貨公司 例如Halvee Nickels 或者John Lewis 都會在這些購物的圈圈裡面 在這裡的購物的圈圈 無論外面和裡面都是很有特色的 我們待會也會拍給大家看的 另外 不得不提的就是這個Corn Exchange 之前在曼城的影片第五集 我也有介紹過曼城的Corn Exchange 這個也是一些歷史建築物 以前是進行一些穀物的交收 今天就已經改建了 成為一些商店的地方 另外 這個區域就是它的市場 這裡就是內地的部分 這裡有一個外地市場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就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烈斯這個城市 這條就是Britgate 那條步行街 跟平時的City Center一樣 這裡的步行街 兩旁都會有電訊箱 銀行 這條步行街 都是非常闊落 很好走的 在這個步行街的中央 它就貼了一些假的草地 讓大家在這裡喝東西 坐下 大家會看到這個步行街 左右兩旁的建築物 都是很漂亮的 好像很懷舊的建築物 其實這裡就是那些購物 中間這裡做了一些裝飾 其實現場看 在這個地方的感覺是非常舒服 而且是挺漂亮的 這裡就是剛才介紹地圖的時候 提及的Victoria Quarter 在這個Victoria Quarter的購物 入面 有這間 Happy Nickels 百貨公司 而穿過這裏 再過去就是Victoria Gate 在Victoria Gate 就有這間 John Lewis的百貨公司 這裏的頂部 是用了玻璃 配合今天這麼好的天氣 就現場看其實真的很漂亮 好 那我進去拍給大家看看 這裏就是Victoria Quarter的 iCade裡面 原來它中間的頂部 又貼到一些彩色的東西 而場看也挺漂亮 而且進來這裡 因為有冷氣 所以就覺得很涼 今天這條街都真的有點熱 這些就是他兩旁的商店 然後這一邊就是Haffey Nickels 在Shopping Arcade的入口 就是這個Victoria Quarter的Arcade 在步行街的對面 就是Prince Arcade 大家會見到外貌是很不同的 那我們又給大家看看 這個Shopping Arcade的設計 雖然它都會用了一些玻璃頂 但是你看它的裝修 就跟剛才很不同 這裡很多上層那些 都是採用一些藍白色的設計 有些少許希臘風 如果大家是喜歡逛街購買的話 我想在Litz的City Center 就一定可以滿足到大家 因為這裡周圍都是賣東西的地方 其實是挺好走的 說真的 挺正的 這個地方 不錯 走到尾呢 就會去到這個位 然後在這裡穿出去 過對面呢 又是另一個商場 在這裡買東西真是一流 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無論是一些連鎖的 或者是一些小店的品牌 在Litz這個City Center 都可以找到 加上它整個環境都很漂亮 又有很多很多的Shopping Mall 在剛才Victoria Quarter 那個Shopping Mall的入口 的旁邊呢 就有這個County Arcade 這個County Arcade 就會多一些名牌 大家會看到有大家很熟悉的牌子 LV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Arcade 其實外觀 我自己就覺得很漂亮 很有一些歐洲的特色 很漂亮 我真的忍不住 要每一個都要拍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其實每一個 進來都是有不同的 雖然他們其實全部都是 採用一些玻璃頂的設計 但是它兩旁的裝修 真的很不一樣 這些就是比較復古式 一些懷舊一點的 剛才那個就是藍白色 比較希臘風的 其實真的很漂亮 你這裡逛街 人都開心一點 這個Arcade 就比較多些名店 譬如剛才有LV 這裡有一間Case Bay 另外再走前一點 也有Westwood 比較多一些國際的大品牌 我真的非常欣賞 這些歐洲建築物的設計 譬如大家會看到地下的圓形 設計 其實又呼應上面的頂 它們會配合那個風格 在County Arcade走到尾 穿了出去另一個出口 然後過馬路 就會是Victoria Gate 這個購物 Arcade 這個購物 Arcade 這個購物 Arcade 又完全不同的感覺 因為這個 就會是現代化很多的 這裡就看得清楚一點 這裡就是Victoria Gate的入口 大家會留意到 這個建築物 就是非常時代的設計 不再是那些很舊式的建築物 所以我覺得 這個City Center 都真的挺棒 它的購物櫃 全部都很有特色 而最特別 就是這個Victoria Gate 的上面 它都會有黑了Victoria Gate 這個字 真的很美 各具特色 進來這裡 又是非常之美 大家會看到 同樣 它都是一個玻璃的天花 但是這個設計 跟剛才那些 又很不同 這個就是很現代的感覺 很Modern 而且它的商場裡面 都很闊落 非常之好走 這裡也會多一些 名牌的時裝店 例如有Kalvin Klein 而Rollex 這裡也有 我留意到 一件事就是 這裡 無論任何一個 Arcade 它每一個 購物自己 那個外型 其實都是要跟回 Arcade 所以你會看到 無論是甚麼品牌 都好 其實它的外觀 都會是一樣的 剛才那些購物 Arcade 就令到整個 購物館的設計 風格 非常之統一 走到盡頭 就是大家熟悉的 John Lewis 百貨公司 這裡的頂 真的很美 它的設計 簡直有點像 沖繩的教堂 那個頂 很美 在Victoria Gate 這個購物館裡面 都有這間 大家很熟悉的 咖啡店 叫Predamonchi 在這裡 對出 都會有一些座位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是坐在這裡喝 感覺是比普通的 普通的Predamonchi 喝很多 有少少像 在Landmark Cafe 好像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介紹 很 modern 很美的 Victoria Gate 購物館 在這個出口 過了馬路 正對面 這裡 就是Litz City Center 的市場 這個市場 就叫做Credgates Market 這個就是一個 內地市場 穿過了內地市場 後面也有一個外地市場 我們現在帶大家去看 這個Credgates Market 其實在1857年已經有 即是說 都已經有百多年歷史 好 我們進去看看 這裡 就是一個外地市場 它有一部份的位置 就圍了一些板 可能是有一些裝修 或者一些修緝的工程 在這個市場 我發覺也有不止一間 這些賣冷球 做衣服的店 譬如這裡 這間也挺大 然後在旁邊 這裡 又有另一間 有很多款不同的冷球 可以選擇 冬天大家可以 積穿頸巾 冷衣服 我真的沒有想過 這個在街市裏面 可以有一些藝術的畫賣 這個其實是立體的 它其實是找一些鐵 凹出來的 我這樣拍 可能大家會看到它是立體 是有一個距離 它是凹完之後 凹到它立體之後 再上色 這裡有一架是跑車的 然後這裡 還有一架是船的 它是一個底畫 然後再用一些鐵 凹出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立體的 哇 這些真是 很有心思 而且做得很好 還有其實說真的 它這麼有心思的一幅畫 這麼 unique 但又不是真的很貴 它譬如這個 175 這邊又有一隻立體的馬 也是用這些鐵 打成的 這些真是全人手造 而且它是獨一無二 這些都是買175磅 真的蠻特別的 在街市走到最後的行 就會有這些海鮮蕩 還有一些肉蕩 可以拍給大家看看 有些扇貝 這些扇貝都蠻大隻 那就是1磅20p一隻 10隻就11磅 都蠻大 還有一些很大隻的 Tiger Prawn 都蠻漂亮的 還有這裡 都是完全沒有烏鷹的 大家會見到 是很乾淨的 家裡的 今天的溫度 其實跟我們上一次去Bolton 那個市場 當日的溫度 其實差不多 當日那個街市 我就會見到 海鮮有很多很多烏鷹 這裏我一隻烏鷹都看不到 感覺是蠻乾淨的 而且都會聞到一些 新鮮的海鮮的味道 都不錯 這個市場 這裏的吞拿魚 它都有寫明是Sashimi Grey 大家是可以用來做刺身的 然後這裏也是有些新鮮的農場雞蛋 有不同的系列 不同的大小 都有的 另外也有些芝士 這個街市都蠻不錯 而且蠻乾淨 又沒有烏鷹 又沒有烏鷹 而且它的海鮮 當當都是 組成得很整齊很漂亮 很吸引你買的 這裏也是很多不同的東西 都可以買的 例如雞腳 和很多款不同的內臟 雞心 雞腎 牛腎 牛肝 羊肝 豬心 都有 很多 很多不同的內臟都有 而且這個街市都蠻整齊 又蠻乾淨 這些就是新鮮的肉 在街市的另一邊 就有一個食店 這裏都會有些 檔口是賣熟食的 然後中間就有些座位 可以讓大家坐下吃 我們拍攝都拍到口乾了 所以馬上就在這裏 買了一杯鮮炸橙汁 一杯鮮炸橙汁就兩磅 在英國 全部一些熟食店 都一定會有這個 food hygiene rating 因為他們其實拿牌 是非常之困難的 這間就是四 Hello 這杯鮮炸橙汁 搞定了 都幾大杯 而且我們真是即炸 這個市場的壁畫都很漂亮 在內地的Curtgate Market 走出來 這邊就是外地市場了 其實後面大家看到白色的地方 其實也是剛才的Victoria Gaze 整個Leeds的City Center 大家見過好像拍了很多地方 但其實是很小的 都是一個步行幾分鐘的距離 剛才在地圖上 大家看到紅色的圈圈 其實它也指出 紅色的圈圈的區 其實是五分鐘步行的距離 所以在這裡逛街 是很集中 而且商場也很漂亮 這裏的Outdoor Market 賣的都是一些 非食品類的物品 有點像我們的跳祖市場 在Outdoor Market的外場 它游了很漂亮 寫著Welcome to Leeds 很漂亮啊這裏 出去吧 那天這邊 沸騰 pointed 重點 我們可以拍攝 我們要去拍攝